美国跟我们的外交关系当中 他们追求的就是美国的利益 可能是美国在这个外交的历史上 有很多很多的经验 他们用比较特殊的 比较隐秘的手段来获得自己的利益 那么这次的局面来看的话 是萨德部署当中 没有人说美国不好 韩国人没那么认为 所以他们是很安静进行的 他们的布局 那么中国呢 尤其是非常显眼的 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 消费品 旅游啊 什么吃的呀 化妆品啊 这种非常明显的产品来感觉 我们说到攻击 那么很多老百姓 平时不是认真读的报纸 他们就只看到 包括我李在明在内的老百姓 他们就是看那个表面现象 美国对我们 没有什么攻击性的发言 对我继续友好 只不过中国天天批评我们 中国说我不买你的东西 你不要过来 是不是中国是 不是很亲密的朋友